黑色衫衫帽和黑色口罩包裹颜视 连眼睛都看不见 看完病以后 热巴和好友回首道别 随后长车离开 虽然呢看不清热巴的脸 但是能感觉到他身体不太好 一定是连轴转的形成影响了健康 希望热巴要多注意休息 不要为了事业损害了身体 迪丽热巴如今是炙手可热的流量小花 代言片约各种活动就到手软了 但成名的代价就是 他牺牲了几乎一切的休息时间 全年都在跑星条 热巴也曾在采访中去 他从2013年开始呢就一直在工作 在竞争激烈新人备出的娱乐圈 热巴为了保持曝光度和人气 只能不停地录节目拍戏 才能不被遗忘 刚出道时呀 热巴是元气满满的正能量少女 脸上胶原蛋白 但他似乎老得很快 最近出席活动经常被拍到满脸的皮态 原本生动的大眼睛也很苍苍 有人说他还没有80后的杨幂年轻呢